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在台湾 嘉义院下午在一个小时左右 接连发生多次的地震 暂时没有接获伤亡报告 最先在2点19分发生的地震 规模是尼克特制4.8级 威露电视拍到 有商店货物从假跌下来 而在另一个景点 有客意识到发生地震之后 长迹跑到户外 震药嘉义院中暴向 中暴向 之后在一个小时之后 再发生多次 规模3.1级至4.9级的浅层地震 台湾气象部门说 下午地震的震药 同1941年发生造成360人死亡的 中暴7.1级大地震接近 预计一个星期内 或者出现4级以上余震 呼吁民众留意情况 随着低空经济发展 内地对无人机操控员的需求急增 市面的无人机培训班大行其道 但相关就业市场功需失行 有内地传媒就报道 同行业入行门栏高 以及存在技术碧类有关 大空经济近年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各个省市陆续发展相关产业 深圳也计划发展成低空经济中心 当地警方已经建立规模过千人的无人机队伍 参与巡逻等工作 市场对俗称飞手的无人机操控员 需求持续增加 飞手培训课程也越来越抢手 有负责人就说近期多了公司直接要求他们推荐人才 但有内地传媒报道指 这些培训班收费高昂 每个月的学费 由近万元到几万元人民币不等 增加了入行的门槛 报道有引述学员说 就算已经考获相关执照 当不少公司招聘飞手的时候 要求至少三年工作经验 工作上也偏向技术类界研发、销售和生产 这些技术壁垒 令到刚刚毕业的学员难以顺利找到工作 国家法改委近日就推算市场有超过一百万个非手空缺 为了促进就业 会由多个渠道推动培训平台对接企业用人需求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宜报道 深圳机场为了解决的士拒载短途乘客的问题 近日推出新机制 这机接载短途客越多 可以使用优先通道的机会就增加 每次最多可以省到近两个钟 考虑到舒适度同时间 的士商教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更加受旅客欢迎 但近年不时有旅客投诉 因为车程比较短 遭到司机差别对待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深圳机场近日就推出积分计划 鼓励的士司机接送短途旅客 系统会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 分析的士实时定位资料和订单数据 即时换算计分 以15公里为基准 司机行驶的短途订单 每小一公里就可以获得一个计分点 满10分就可以预约使用的士停车场的快捷优先通道 深圳机场说 至运行期间 优先通道只会在每日上周10点 至到挨曼6点开放 至今每日平均有200架次的士 利用优先通道进入机场 之后会根据司机的建议 再调整运行时间和机制规则 无线电视机仔 陈雪儿报道 外加部驻港特派员工厨 和驻港外国领事馆和商会代表 结束山东考察 有团员说 看到和山东的合作相机 林婷婷在山东报道 外加部驻港工厨率领的 外国驻港领团和商界山东参访团 一年七日探访了当地不同企业和产业区 包括总部位于青岛市 在家电生产经济价值 全国排名前三位的集团 代表团了解过当地啤酒企业的发展历程 由到位于烟台的调味料製造公司了解生产过程 而在威海新区除了打印机产业 亦有参观当地时装设计和生产加工企业 了解公司如何将创新科技融入设计、制造和服务过程 今次来山东都挺特别 因为山东和加拿大都很多贸易 两方面都很多 还有跟香港都很多交流 你知道香港都有30万加拿大人 我觉得就更加多机会去香港 有交流、有生意上的合作 香港一直是山东最大的外资来源地 6400家港资企业在山东发展 山东累计使用香港的投资超过了1000亿美金 这个占整个山东外部投资的65%以上 未来山东作为中华文明发源地和孔孟之乡 可以邀请更多香港青少年来山东访问交流 提升他们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思考感 山东也可以为香港举办更多的文物文化展览 加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 外加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今年一共举办了两次 邀请外国驻港领事馆代表和外国商会 去内地城市考察的参访团 对上一次是在7月前往海南省考察5日 无线电视记者林婷婷在山东报道 谭美减约为热带风暴 但对海南省的影响仍然持续 当地水位继续上涨 海边亦都不时出现大浪 在三亚市虽然天色仍然是昏暗 但不少旅客把握时间到海边观浪 海南省内和对外的交通 下午陆续恢复正常的营运 海南省气象部门预计 冷空气影响之下 未来三日全省仍然会有大风 部分区域不时会下大雨 不如民众要留意天气的状况 位于青藏高原的何何西里 以自然风光和原始生态文明 但近年越来越多的游客 投坏在公路附近的野狼 吸引狼群聚集 专家警告这些行为 可能引发生态问题 我也遇到了传说中的网红狼 给它吃个鸡爪爪 可可西里的野狼 近年成为内地社交平台的上客 不时有人尚在在公路旁边 位置野狼的片段 除了有肉类 甚至包括汉堡包和甜品 狼群开始习惯依赖人类饵食 部分更改变觅食的方法 主动接触人类来获取食物 越来越多人类进攻食物 这群野狼的身形也有所改变 有专家就警告这些行为 或者对当地生态造成严重影响 如果你给网红狼去投喂人类的食物 其实就相当于摄入了高原食物 容易会造成它自身的健康的隐患 它不太喜欢去捕捉野生动物 而导致了 比方说藏羚羊 藏羽林 这些野生的有体类数量激增的话 就会对草场情绪破坏 而对于可可西里这个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讲的话 一旦地表上草的覆盖度降低的话 很容易会造成沙化等等的一系列的生态学问题 管理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架 三江原国家公园管理局 今年7月已经发布通告 重新禁止游客向野生动物投喂食物 但目前以工作人员劝阻为主 暂时未设立惩戒措施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时事中国讲到这里